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阿斯 好 我們繼續前往最後的谷底吧 這邊有什麼東西可以拿嗎 連天師有在這裡 先去前面 前面有一個東西 我們先解這個 跳下神谷吧 贏 贏 賜 油 塵 都選出會怎樣 會摔死嗎 附近的三個箱子 一二 一七路 可是我只有看到兩個箱子阿 攻略日寫有三個 沒看到 這裡是這裡 這麼小 是個凹草 水火金土四個大字 嗯 是 首先這個是水水的是青龍嗎 火的應該是豬雀吧 火 豬雀 金的是白虎 土的應該翻入玄武 土的應該翻入玄武 也不會恐怖各域組的挑戰 也解開我私下的所有機關 下面是最後一段紀錄 讀完後你一定可了解我的真意 只可我或許也不在市場 以前裂想只能記錄在你一人身上 周廣順猛連 擊敗了露燕谷主那一刻 他收起道路 將對方割殺 一面大笑 一面低口則勝過兩少小的形貌 永遠無法自我心中抹去 戰勝 大笑得到他夢寐以求 用以增強武學的秘笈 也繼承露燕谷主一切尊榮 放出妖眼心條的整大衛恩谷 除了戰鬥群 為了利用這些人磨練自己 擊敗草雅倒霞 周顯得某年 已非十六歲時的大小姐 我命以風中常處理到還鄉之日 我再也無法見證大小姐今後的翻斬 已無法給出城鄉爛掉的勸解 若是有想必已來到大小姐的門前 並破解我設下所有的機關 願意讀完這邊長篇大論 你的仁善意氣不言而喻 我向這裡落得紀錄回憶果中 期待你能看見 若是大小姐日後 不如企圖 將他勸服也好 打醒也罷 一切因止臭心當何起 奈何無力實行 古內樹東中 那為什麼他之前不用 要我們來撿 有一角有骨牌一瓶桶 加上其他的公武牌驗制而成 提煉浮神木精華 躍鬱 這次可以 應該是戰鬥中錯他吧 是不是 我猜的啦 直接使用暗器 OK 我們使用暗器針 好 浮神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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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喔 好 這應該是最後一罐了 是 這邊有東西 好 我們 先回去那個 七星飄蟲的 好 我們這塊轉一下回到那個 地獄的 地獄那邊 好 我們還是 後來沒回去地獄啦 沒有買藥品 藥品不需要 這裡是 看著氣派的見物 八成就是谷主的宅邸 那個臭傢伙在裡面 我這就進去找他算賬 看來所有的解答就這屋內 我必須進去弄清一切 算算時間 那小子也該到了 許久沒人抵達至最下層 他最好拿出權力 讓我好好舒展舒展筋骨 好 上官紅靈 你果然就是谷主 用髮三威脅我的也是你嗎 我先來的 你別插手 臭老太婆抓走了你姐姐 我要打死他 顏樂 你還不足以讓我刀出窍 枉費我還期待你的成長 你說什麼 我要殺了你 顏樂 冷靜點 他只是在戲耍著你爸爸 有些事我得先問清楚 之後 我們再一起教訓他 哼 那你要保證 一定要將他打得屁滾尿流 那好 近來我神功大成 這柄虎瘫刀也正饑渴著 不如你們齐上吧 你想得美 若想比試 先回答我的問題再說 哼 不愧是當今武林頂峰 不僅提前識破我的身份 連我的目的都看透了 廢話少說 你究竟在打什麼鬼主意啊 想知道 先滿足我 讓我打得過癮 只不過 你贏得過現在的我嗎 哼 想自討沒趣啊 坦白一切 起碼你還能保留些顏面 哈哈哈哈 我要的是和強者對戰中 命懸一線的快感 而非輸贏勝敗 又怎麼會再一顏面 你想挑戰強者 那你有問過眼前的我 賞不賞臉嗎 你褻瀆死者 只位於我一戰 但我一點都不想接受這手段 骯髒的B戰 有其師 必有歧途 你也不將我放在眼中 難道對你們而言 我真是如此不值一戰的對手 哼 即使你看不上我的實力 這一次 我絕不容許你躲開 怎麼回事 他做了什麼 一股驚人的力氣 從他身上直逼而來 你見過的我 完全不是我真正的實力 你能接得住我這第二把刀嗎 能接得住我這第二把刀嗎 小心了 小心了 好 我們來破除他的那個 紫器吧 紫器冬華 被打到應該要超痛吧 大哥哥 這個拿去用 多信 阿喜幫了大忙 阿喜啊 毛 這樣幫才對 別讓我失望 小心了 我幫打過來吧 讓技術力 超痛 好 廚師道具 小心了 別讓我 失望 你就這麼懼怕我這身武器更狂 兵無厭詐 你可別讓我 你居然能找到這功夫的破解法 我可福氣得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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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了 我沒閃過 我沒閃過 可是 可是 可是他還是很 別讓我失望了 可是他還是很強 我離他遠一點 這個拿去用 多信 阿喜幫了大忙 呵呵呵 有一點給我玩嘛 小心了 小心了 哇靠 他 他出道沒有 你 別讓我失望 沒閃過 他出道沒有一個固定的 小心了 小心 多信 阿喜幫了大忙 別被躲了 別讓我失望了 小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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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枉費我贏你來了 不愧是我看上的男人 被你真的辣故事 我還真是倒了八輩子沒 哥哥 這個拿去用 多謝 阿喜幫了大忙 我還要幹嘛 別再躲了 再躲就不跑完 再躲就不跑完 白頭子進 紅刀子出 沒事 沒事 別再躲了 再躲就不跑完 別讓我死 好痛好痛 不希望 一眼都大一不得 小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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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拿去用 多謝 阿喜幫了大忙 我又出 我又出血了 紅刀子出 好 再一次再一次 好 放我過來吧 讓你見識我的厲害 我快打贏了 好 剩一點點 希望可以打贏了 這邊要小心一點 這邊要小心一點 我失望了 讓我來試試你的能耐 你想吃看 他四十又被欺負了 我哪裏想被欺負啊 別讓你吃飯了 再躲我這把錢 我也有敗戰意圖 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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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你一定要給個交代 手下敗將 將我沈娘的事說清楚 沒錯 臭老太婆 交住你姐姐 我身上的紫棋東華消失了 怪了 怎麼連我的內心也隨之平靜不少 罢了 此事日後再追究 現在最重要的事 成泥泥就算了 你沈娘我可不還 真想要回她 你就設法搶回去 你 省省吧 我早已識破你的謊言 我身上有一樣東西 能證明沈娘根本不在她手中 你還能認不出 嘻哈 你不願意見到她 但我手中的却非真品 当年我师父在这发簪上 香了代表祝福的林翠石 可惜我手中的这只发簪 香的却是代表不幸的林毕石 为了引我上钩 你让人仿造出发簪 没想到 这人却鱼目混珠 让伪造赝品一事露出马脚 由此可知 我沈娘根本不在你手上 没错 你沈娘是生是子 我不知情 也没兴趣 我只知道 以她为耳 你必会乖乖上钩 就像以承尼尼为耳 引来言乐一样 有所追寻 才能激发潜能 若非如此 你们怎么会以百分之百的实力 和我过招 虚然拿适者设计 你为了挑战强者 当真什么底线也没有了 你当初为挑战教主 满足异己私欲 做了魔尼教的走狗 不知害死多少人命 那时 若非我们及时在虎啸派拦住你 不知小鹰要牺牲 还得死上更多百姓 哈哈哈哈 拦住 我可没打算让你拦住 我流行若鹰 是要以她为耳 用来激发你的潜力 好验证你成长到了何等地 住口 就因为这些破事 把小鹰把百姓们置于险地 你究竟把人民当成什么了 你先前助纣为虐 将来又不知会做出什么事来 就算我不杀你 也不可能轻易放过 罢了 今日落败是我既不如人 要杀要寡都由得你 虽然我可以在此除去江湖大观 但 她今日如此 除受金丹药力所困 还有诸多原因造成 更何况 还有许多人盼着她回归正规 要是我再次杀了她 岂不是白费那些人的苦心 杀与不杀 大义与人情 实在难以权衡 我应该如何针对才是 方才我已扶神针 破解了你身上的金丹药力 那金丹虽能提升修为 但你之所以受执念所困 都是内婉儿的后遗症 于公 我身为盟主 必须让你对过去的罪孽负责 于思 我身上成绩了你亲人的后王 因此我不会再次杀你 若你还有良知 余生最好不要再依赖那玩意儿了 亲人 不可能 我的亲人早已 那可未必 我身上有样东西 是她亲人所托 应该让她看看 此人的用心良苦 原来是她 你 你这本记载哪里来的 莫非 你认识这书写之人 我与她素不相识 而且她恐怕也不在世上了 我见着她的遗愿 只是机缘巧合 死了吗 终于连她也走了 从我幼年起 她便成天在我耳边唠叨 好家伙 人都死了 还是不肯把凶 以你这性子 换作他人 早已心灰意冷而去 但此人却不离不弃 恐怕再没人 能做到这等地步了 她直到死前 都试着将你拉回正途 这个心愿之深厚 难道一点也没有触动你吗 她记载的这些事 好多我都不记得了 回想起来 倒也有一番滋味 要是当年没和你师父拆伙 现在不知是何种光景 现在想起那段时光 确实令人留恋 她居然主动提起臭老头 不对 现在不是八卦的时候 我得完成老夫人的遗愿 老夫写道 你自家中灭门后 便服下金丹儿 争生好斗起来 执着于挑战强者 但与臭老头等人结伴后 金丹造成的狂性几乎消散 这表示心有所托 金丹并不会影响你 你与师父众人分道扬镳后 并固态赴盟 在你心中究竟何者为重 难道不够清楚吗 你真正渴望的 根本不是强者 挑战强者这件事 是你为了填补空虚 才产生的追求 哈哈哈 居然被个小矛头当面拆解心魔 我这老脸真是无处安放了 那你说说 我内心的空虚 听到如何消解 若无法消解 我也只能以追求强者为解脱 我看你跟我师父有些不清不楚的 若有这意思 我定把那臭老头绑来和你说清楚 我与他不是那种关系 就算曾有什么 早已传过无痕 比起他来 我更欣赏你 照你的思路 是打算代替他 和我不清不楚吗 谷主说笑了 身为盟主 为除去江湖一带隐患 自是愿意慷慨负义 一生作为你的对手 你打算舍身四虎 让恶虎借去昏星 有趣 我允诺了 话先说在前头 虽有此约在先 但要是恶虎再次识人 我必亲手剿灭 我舍身四虎倒无所谓 只希望他能好好遵守诺言 别白费了老仆人 要替他解开药性的苦心 话已至此 看来无需多谈 最后告诉你一件事吧 摩尼教原济不论流离死活 要用他逼你们师徒交出玉佩 但最后因他下落不明而作罢 所以 你也不知道事情真相 总之 我无法还你一个沈娘 可承迷你 我倒是可以还给严乐 臭老太婆 你快说 他在哪里 离开洛宴谷前 你会见到他的 严乐 走吧 要是他敢作怪 我一定带你回来 一人一臂 将他两臂都谢了 看来此事 与洛宴谷无关 只能期望臭老头的调查结果 一人一臂都谢了 你姐姐 阿喜 是你 这是哪里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对了 你离家这么久都好吗 这个香包你先 香包呢 你姐姐 你别担心 香包的话 阿喜身上还有另外一个 这不就是我掉的香包吗 阿喜 此处不宜久留 我们先离开吧 路上 你再慢慢把事情 说给你姐姐听 好 我们快回开封标局 车老头 你找去苍蝇泡完茶了 我在苦寒的边疆找到了他 他正与流明恳拓着皇帝 阿离的事 我也从他口中问出来了 果然是他 当日他失手杀了阿离 虽然悔恨不已 但错一注下 无法挽回 唯一能做的 就是收拾阿离的遗体 以免落入他人之手 他暗中将骨灰送回 留下法簪 作为一生的警惕 那又如何 难道这样就能烧去杀死沈娘的过错吗 师弟从此忏悔人生 苦心赎罪 这决心 也是不宜 看在为师的面子上 咱们就别再追究了 臭老头都已开口求情 我也只能 但可不是原谅他了 多谢 我手旁之事都已厘清 那落雁谷 有事如何 你还敢问 臭老头 这次的事 全都因你而起 因我而起 怎么回事 我可见识了你和沈娘 还有那一位的风流运势 哪位 我良人好 可没做过什么伤风败俗之事 你是说 上官红灵 不好 我突然想起 有件重要的事没错 臭老头别想跑啊 回小溪村路上 我们还有得聊呢 你姐姐 我想去大哥哥家玩 阿喜 你不回开封标局 跟着我去小溪村有事吗 不行吗 不能和你一起回小溪村吗 别哭别哭啊 不就是去小溪村吗 我答应就是了 那你姐姐先回标局 你可别给人家添麻烦呢 喂喂喂 成你你 你这是打算嫁女儿不成 等等 出谷路的危险 我们还是结伴走吧 事情总算高一段落 所有人都没事就好 但是为免结外生之恩 还是先送程大小姐回标局吧 少爷你回来了 你身后那是 大哥哥 你怎么又带新的女孩回来了 颜乐 你怎么会 阿喜 臭小贼 你 我是阿喜 今后阿喜 可以跟你们一起玩吗 你竟然有这么多女人 不过没关系 我们这算是四对四 一点也不吃亏 可是她没有四个身体 我们只有一个 妈妈会不会照着人多欺负我们 那就太好玩了 你们四个臭婆娘 全部一起上吧 完了 原本一打四就吃不消了 现在加上阿喜 我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 哇 这款丢游戏 结束了 這遊戲的劇情其實蠻長的 真的是算很有良心的 假商贏娛樂 他們原本是建設公司吧 我記得很猛耶 這樣才出遊戲 獲得小溪三小的評價 這個是什麼意思啊 評價總計 幾分鐘打你意思嗎 好啦 那謝謝大家的收看 那大家都在開始期待天命奇運2的發佈了喔 不知道什麼時候做完 好啦 希望我的頻道好歡迎到頻道主要放旁邊 按下訂閱 右下角的按鈕跟鈴鐺記得打開 這樣我更新你就可以 收到最新的工資喔 好啦謝謝 謝謝大家努力把天命奇運 所有的劇情看完了 謝謝大家的支持 好啦 那就這樣囉 掰掰